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百合博士 这已经是我们一键开启 五分钟减肥系列的第九期了 前面的几期视频里都主要强调了 内脏脂肪和生活习惯病的关系 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尽管在控制膳食和运动方面都付出了努力 还是会觉得稍一不注意 一吃就胖 却很难再瘦下去 而且我们往往习惯于 用侧体重来判断是否减肥了 而忽视了减掉的可能不仅仅是脂肪 还有身体的水分和重要的组织成分 肌肉 那为什么我们容易肥胖 减肥却很难见效呢 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碳水化合物 就是糖类的摄取 通过饮食摄入体内的碳水化合物 会转换为葡萄糖 葡萄糖在血液中的量 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糖 对血糖监控感知的是 胰脏B细胞分泌的胰岛素 而且非常敏感 一旦感知到血糖 胰岛素就立刻分泌 把葡萄糖作为能量 分向三个去处 首先 氧化后 为身体组织细胞提供能量 然后是把多余的葡萄糖 在肝脏和肌肉里以糖原的形式储存 会再把剩余的葡萄糖 经过肝脏 转换为脂质 储存在脂肪细胞里 当饥饿的时候 血糖低了 首先是肝脏里储存的糖原 分解成葡萄糖来供能 相当于我们银行活期存款 容易提取使用 当饥饿的时间继续延长 糖原提供的糖不够用了 其次才会动用储存的脂肪 分解功能 当然也动员肌肉里的蛋白和乳酸 代谢分解提供能量 如果饥饿的时间还在持续 第三步才会大量动用储存的脂肪 燃烧 以同体的形式来供给身体组织细胞能量 尤其这是大脑的能量 主要的供给源是来自脂肪代谢产物 同体 简而言之 就是只有在糖清零了 脂肪才会燃烧 在看看我们减肥过程中 经常发生的误区 一天吃三顿没有油脂的蔬菜色拉 蔬菜的确很重要 可以为身体提供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并有抑制脂肪在肝脏续集形成脂肪肝的作用 但人们往往更在意控制油脂 而不在意在饥饿时 补充零食甜点和水果 我们已经了解了 内脏脂肪的储存和燃烧 是和血糖以及胰岛素的水平有直接关系 但胰岛素的分泌 不会因为脂质和蛋白质的摄入而升高 所以平衡的有三种营养素的符合饮食 反而不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咒升 也能够达到身体对食物的量和味道的满足感 以及身体健康营养的综合需求 那从最新的日本的国民健康营养调查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国民三大营养素的比例是 蛋白质为16% 脂质为30% 碳水化合物是54% 都在营养学会制定的饮食标准之中 而日本的肥胖比例呢 只有4.4% 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 健美运动教练给出的 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比例是10% 所以可以看出 脂肪蓄积少的身体 是少糖 但也需要脂质和蛋白质的 因为它们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 尤其是大脑的主要构成成分 那么合理的 膳食才是维护一个健康的身体的关键 下一期视频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日本的肥胖门诊 好 如果你授予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